建安十十七年末,在益州北部加能著格不短時間的劉備,律兵拿下,目標自然是成都,益州車戰正式打響,劉將邀請劉備業縮。 目的是抗衡漢中將老,或者為益州拿下漢中,使者成為北方平將,可劉備到了家,無關地不在北上。 人事耗了緊一年,劉備一喝卡拿,令事不敗事,終於將劉將的愛心耗盡。 建安十七年,早初打孫權,劉備急著回去支援關羽,孫權,劉將卻不放人,三國際,記載的是張宗的哥哥出手張宗。 月他是益州內間,早已降女劉備,打信獻出益州,這事不一定較好,除非劉將是真的白色,否則放劉備業縮能活一點防備。 他想著讓劉備和將老兩擺一箱,雅姐小看劉備的臉皮,最後會罰了。 趁著早早打孫權的時機,將劉備消滅屬中才是道理,當然,這不過是我猜測,究竟劉將怎麼想。 也只有找他本人了,總姐,劉備想回京州,劉將不同意,於是領人在益州打起來,劉備自家盟出兵。 至北游林打,朱葛亮,智雲,張飛游京州出兵,至東向西熱流日常,最終會塞成都。 二游首先加風在浮城,劉將雅緒小看劉流備,派遣的吳亦,劉包,張隱等人。 備游備信足的敗,中郎將吳亦投降,劉包,張隱等退守眠足,劉將看吳亦借背途不行。 有張成都令李賢敗為胡溫,督眠州大軍,月白了就事家事豬將,防止有人背变,少未了解三國歷史的人,都遮到李賢借人。 除諸葛亮外,劉備唯一的托孤大臣,托孤大臣唯有君王的真信才能答當。 大概與李賢獻出棉足有乖吧,李賢天手棉足個把月左右,就開成球降,有個史料有限。 劉備人牙下益州,真不遮世教軍事實力打的,尋世教政治作用,聯合諸多劉章的手下。 從外部攻破的,也許以者家有罷,牙下離足,劉備就到了六成,六成距離劉備的最終目的地成都。 不過五十公里,聲利就再引成,有了吳亦,李賢的背变,劉章不再信有其他大臣。 令他的爺者劉順防守六成,這一下,劉備遇到眼骨頭,自家盟出佛,不浮成,下雲竹。 劉備用了最多不過半年時間,但離阻擋於六成足足一年多,旁統就是倫領於六成之戰。 劉章忍緊地動防守說,沒有,他早已未附近,向全家著一麥精兵,出城都向東,而後向北直者劉備後方的嘉能關。 附近,向全未嘉能一年多,當世家推信,恐怕在汽州之自初期,劉章又做了如舍安排,正面以城市為防守。 抵抗劉備主力,依附近為其兵,沙敵人後路,正其結合打,劉備各操守不及。劉備各實力考慮劉章的打法,哪怕想到那無能為力,畢竟他兵力不多。 主力在荊州,跟哈日屬的不過三萬左右,用三萬人打成都真不救,更疊著再來個分兵把守, 約附近等人同劉將正面致長的軍隊會合。劉備真的危險了,附近等人打到嘉能關的時候, 子地守軍不過數百人,一抹對數百。有都市屬人,想來應該好打,誰知道嘉能關,居然擋了對方一年多, 說,嘉能關守軍將領,就是榮不現經存的霍進,霍進是荊州人,加里是當地豪強賴族。 否則也養不起數百步曲,劉備之領荊州後,霍進跟了劉備,成為入屬的一員。 嘉能關防守正,沒有詳細資料記載,想來很不容易,嘉能關本來就是孤城, 哪怕扶守城方借助成蛇,守城棄械,擋著敵人不難,歷史上以少數卑劣守著成蛇的例子數不勝數。 古代戰爭,兩大功勞,一個是仙燈,守個登上成蛇,另一個就是斬仗奪旗, 禁等人不為成,霍進想得到補給上來很困難,守城方能否守著,關鍵在於城中的人是否甩條針, 所謂中者成城,畢是愈者,霍進若不能團結成中人,哪可就真的使用數百人守城。 若能拉攏加盟百姓,才能保證城池不破,越起來容易,做起來難,成中百姓憑什麼幫你一個外人, 劉備,霍進才來不過一年。劉張志族多少年,若霍進士兵多,全能強不百姓守城,可數百人能強不幾個。 霍進能調動百姓,守著加盟,靠的就是人格魅力,附金等人打了一年。 毫毫見睡,不得已只能退去,附金也沒想到霍進數百人, 雖然敢出城追擊,結果被霍進撼殺一陣。 羅被逃跑,霍進寶罩由被後怒,使得慈方安償,等流被羅諸葛亮等人會舍後。 益州大局便已定了,沒有霍進守著後路,附金等人和正面戰場的軍隊會合。 劉備不一定會死,但恐怕只能往東方逃不了。 劉備也下益州後,霍進因攻封為止同太守。 成為俗漢實團人物遮一,可惜三年遮後,霍進便一定去世, 離領得過四十歲,日復進勒者,看中太守的貴者,畫悔人爭上一爭。 成為俗漢的郎。 在俗漢,沙漢的郎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